观光界的年度盛世高雄国际旅展周五盛大开幕 市府观光局特别规划形象主题区摊位 完整呈现大高雄好吃好玩好住和好好买五大观光特色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到高雄来观光 而行政院长林全和高雄市副市长史哲 也共同出席旅展开幕仪式 展现中央和地方携手拼观光的决心 高雄观光大使高雄雄出场为旅展揭开序幕 随后台湾唯一威尼斯小丑造型街舞团登场 为活动掀起立一波高潮 2017高雄国际旅展盛大开幕 行政院长林全高雄市副市长史哲共同出席 希望中央和地方一条心努力拼观光 从改善交通做起 不管是交通过观光局在眼里的 在游客的覆盖故事上 给予高雄的好的投资之外 事实上整个港湾公司在高雄 打的平活费以及付费 也采取的差不多费率 希望我们在游客的这城市上 能够继续成长 那这个也都是大家对高雄的方法 他们觉得台北市有这么好的 支付旅游的这样一个环境呢 我觉得跟台北市的交通 特别是捷御系统的成熟跟服务 这么到晚 所以我也期待我们台湾 特别是高雄市 也能够把这个捷御系统 也能够做得很好 围棋四天的旅展 主办单位每天安排 五场精彩的舞台活动 展场中还邀请高雄 深具特色的商家让民众认识 包括文创新秀 还有饮食料理达人 另外也连结各种 艺文展览合作 内容丰富多元 值得细细品味 展场中人气最高的 还是各种优惠好康活动 包括饭店和航空公司 推出的限定超低价游城 其中国内游城机家酒 2788元起跳 日本大阪五天四夜13900 韩国五日游9900元 新动的价格 希望掀起国内外观光旅游热潮 展春活动到22日为止 想抢便宜的民众 请千万不要错过 港多新闻吴炳元黄兰军 采访报道